我们从这三个奥基亚 耶稣基督的生为了爱人而降生 祂的死为了救人而被定 祂的圣体圣事为了助人而为阳 这三大奥基最主要的是 育月的奥基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点 育月 明天是春婚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要看看月历 数一数 春婚之后的月圆是哪一天 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 那就是复活节 那就是复活节 所以每一年的复活节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年的春婚 有时候是三月二十一 有时候是三月二十二 今年是三月二十 那三月二十是国历的 你要去看农历的 农历的月圆 有时候月圆是农历的十五号 有时候是十四号 有时候是十六号 所以要去看看 不要看到十五号 就是认为是月圆 没有 好像去年或是前年 那个月圆不是十五号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都乱掉了 后来我在网路上坡出来 大家都开始讨论 后来那个潘家俊 几次的半天 也不合标准 后来才知道 原来农历十五号 不是月圆 有时候月圆是在十六号 大部分是在十六号才是月圆 所以教会的礼仪 是春婚之后的月圆满月 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如果月圆是星期天的话 要再隔七天才是复活节 如果月圆是星期六 那么隔天就是星期天 就是复活节 所以复活节的由来 其实我们就简单的 从两个语言的表达 我们来认识一下 英文的复活节 叫做Easter Happy Easter 复活节快乐 Easter Easter East是东边 东方 加个ER 就是东边的那个人 不是像我们东方人 台湾人 日本人 中国人 我们是谁 东方人 东边 就是太阳 升起的地方 所以 旭日东升 耶稣基督 就是升起的太阳 阳光土照 黑暗过去 一片星星向往 充满生命的活力 所以复活节 在英文 它要表达的是 升起的太阳 阳光普照 万象复苏 生生 用春分之后的月圆 月圆之后的 第一个星期天 就要表达春天 一个生命 信心向荣的 一个象征 而英文 重点在于太阳 所以叫做Easter Happy Easter 拉丁文 我们教会主要用的是 Pasca Pasca 我们翻译做巴斯卦 所以一月节 又叫做巴斯卦节 或是 我们称为巴斯卦羔羊 巴斯卦 就是天主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就是巴斯卦 当然巴斯卦就是Pasca 这是拉丁文翻译过来的 那这一个Pasca是拉丁文 英文呢 更简单的 Pas P-A-S-S 就是过去 所以 育月节 就是复活节 犹太教 最大的节日 是育月节 后来耶稣基督来了 就成了复活节 所以我们教会 最大的节日 不是圣诞节 而是复活节 复活节呢 就是育月节 就是巴斯卦节 那育月是什么意思呢 英文叫做Pas 就是过去 好 育月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观观难过 观观过 胜利 所以育月的第一个意思 是胜利 胜利啊 就是过关 过去 过不去 就是失败 所以是过去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胜利 而不是失败 过去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怎么胜利啊 大家都知道 耶稣啊 按照对观福音 四部福音 一起来看 可以综合起来 应该是早上九点左右 被定的 到了中午啊 日正当中啊 一片黑暗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 就断了气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呢 大概有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啊 一方面来说 是耶稣 生命中最痛苦的 最黑暗的时刻 另一方面来说啊 这六个小时啊 是耶稣基督 灵修的高峰 是最神上的时刻 可是 在这六个小时内啊 耶稣受到 最严厉的诱惑 魔鬼 在耶稣四十天守灾的时候呢 是亲自来诱惑耶稣 结果魔鬼失败 耶稣 没有听魔鬼的话 把石头变成饼 没有听魔鬼的话 从十字架 从圣殿顶端跳下来 没有听魔鬼的诱惑 朝拜魔鬼 有权有势 没有 所以魔鬼失败了 在等待时机 等待的就是在 加尔瓦略山 等待的就是 耶稣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时 魔鬼不再亲自诱惑耶稣 而是透过全人类 来诱惑耶稣 有四种人 代表全人类 第一种人 路过的人 进城 出城 路过的人 他们呢 对耶稣的诱惑 听说你是墨西亚 你就救世主 你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是他们所说的君王 救世主 你就下来 你下来 我们就信啊 这是代表 一切的人 第二种人啊 代表 宗教界 宗教界啊 就是诗记 经师 法利赛人 他们诱惑耶稣 耶稣啊 你说你是天主子 天主爱你 怎么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天主是全能的 你就下来吧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朝拜你 我们就信你 这是宗教界 第三种人啊 政治界 代表罗马士兵 罗马士兵啊 诱惑耶稣 笑耶稣 耶稣啊 你是王 哪里像王 赤身裸体啊 悬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王啊 罗马皇帝凯撒 多威风啊 他才是王 你这个哪里像王 好吧 你下来 我们就承认你是王 我们就不承认凯撒 承认你是王 你下来 这是第三种人 代表政治界 第四种人 罪人 耶稣是为罪人而降生的 这是跟耶稣一起被定的凶犯 嘲笑耶稣 而且也跟耶稣说 耶稣啊 快啊 快救我啊 我快死了 你也快死了 赶快下来 救你自己也救我们 好 这四种人 路过的人 精师法利塞人 师祭 再来呢 就是罗马士兵 再来啊 就是那个罪人 这四种人 代表全人类 共同对耶稣的诱惑 就是这几个字 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下来 我们就信你 好 请问各位 耶稣有没有能力下来 当然有啊 我们不要以为 三个钉子啊 就让耶稣的武功全会 不可能的 耶稣可以平息风浪 可以污秉恶鱼 可以复活死人 耶稣可以移山倒海 轻而易举 从十字架上下来 简单的不得了 可是 那个时刻 耶稣的天主性 必须隐藏 必须隐藏 必须以他的 软弱的人性 承担人类最大的痛苦 在那个时刻 呼天不应 叫地不灵 门徒们都跑光了 天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有声音 我的爱子 耶稣在大波尔山显圣荣 有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你要听从他 耶稣在 加尔瓦瑞山上 没声音 怎么连天主都不 都不说一句安慰的话 都不说一句鼓励的话 可是各位 如果当时天上有声音 耶稣的苦难 就大打折扣 就成了下下劲 当时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必须听不到天父的声音 他那个凄惨 那个苦 就像有些人 在病痛中 都会觉得 我是全天下最苦的人 耶稣一样 耶稣在十字架上 天主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世人 都跑得一干二净 大概只有玛利亚 那个若望在吧 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 玛利德莲 他应该也在 就几个 一些妇人 妇女在 所以 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是他的诱惑最大的时候 如果耶稣经不起诱惑 你们说的 我下来你们要信 我真的下来 都可以食言 真的要信 就跳下来了 那时候天上就会有个声音 功亏一愧 这个准备了几千年 几万年 到了耶稣来了 结果见不起诱惑 叫你服从致死 受到诱惑 那跟亚当二娃 受到诱惑 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个失败者 魔鬼跟天主之间的三次比赛 第一次亚当二娃 经不起魔鬼的诱惑 失败天主失了 第二个 在炎灾山 魔鬼诱惑耶稣 耶稣不受诱惑 耶稣赢了 一比一平手 第三次耶稣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也下来 魔鬼胜利了 二比一天主失败 结果第三次 耶稣服从致死 死在十字架上 一断了气 魔鬼彻底失败 二比一天主赢了 这是神 魔之间的三场大战争 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胜利 不是失败 这个胜利 就是不经得起诱惑 所以各位 如果你骂我 你说我的荒凉话 你欺负我 我就发脾气 我会大声地骂你 我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按照灵修 我是失败者 我被你激怒了 我被你的侮辱 牵着鼻子走 我是失败者 相反的 你对我不好 我不动声色 表示 你奈何不了我 我是胜利者 我没有被你的话打败 我没有被你的坏的行为 牵着鼻子走 这个才是真正的胜利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们大声 我们理直气壮 就是胜利者 不 常常是一个失败者 耶稣在十字架上 欲越的奥基 第一个意义就是胜利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字 你怎么过 你今天是怎么过日子的 过一天算一天 过一天难过一天 过一天哀怨一天 这是失败者 相反的 我们过一天 就是胜利一天 过一天平安一天 过一天独经一天 过一天行善一天 日行一善 这是童鼠军的名言 日行一善 都是个胜利者 那 你今天 过一天 过一天过得好不好 你今天 是胜利者 还是失败者 过好每一天 过好每一年 过好一辈子 那 一辈子 到最后的 那一关 要过 那就是善终 所以对于这个死亡 圣方济 称死亡为妹妹 死亡妹妹 不可怕 相反的 死亡 死亡 是一个跨越过去 成了胜利者的 关卡 所以 要胜利 而不要失败 所以对于这个死亡 对于天堂地狱 也就是说 如果 你在仇恨中 含恨而终 你就永远的恨 那就是地狱 永远的黑暗 你在平安 在感恩中 离开这个世界 你就永远的平安 永远的感恩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德勒撒姆姆 他在 印度 那个叫什么 加尔哥达 是不是 他们就做些善事 兄弟们 有时候开车出去 在大街小巷 看到那些垂死的老人 躺在那边 窝在一个水沟边 就把他们搬回去 好好的照料他们 有人就说 兄弟你们做这些有什么用 搬回来 不到一两天 一样的过世了 兄弟说 我们 没有办法 治好他们的病 可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 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巷弄 水沟边 哀怨而死 含恨而终 我比狗还不如 我是全人类最可悲的 天主 最讨厌 最可恶 为什么造了我 怨天尤人 怨天尤人 这样子而死 含恨而终 永远的恨 地狱 相反的 把这个老人家 带回来 照顾他 让他 还会从嘴巴说出 谢谢你 感恩 还是有人爱我 我不是垃圾 我不是比狗都还不如 还有人照顾我 非亲非故的 让他在感恩中 离开这个世界 哇 这是功德无量 所以德勒沙姆姆 看重的 就是欲越奥基 虽然他的一辈子都失败 可是到了临终的时候 善终 成了胜利者 跑到终点的 才是胜利者 达不到终点的 永远在黑暗中 那就是地狱 所以欲越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胜利 所以各位 我们要胜利 不要做个失败者 有一天 我在听告诫 有一个 七十来岁的退伍军人 一个就是荣民 他来办告诫 告完 告了解差不多之后 我也跟他设罪了 他要离开之前 就说 神父 我是个失败者 我一辈子 打仗 为谁而战 不知道 后来来到台湾 我结了婚 结果我太太 也跟我离婚了 家庭破碎 我现在 也很穷 经济方面 我脾气 也暴躁 没有一个朋友 我是个失败者 我就哭了 那时候我在 告诫庭里面 我也跟他哭 颠沛流离 一辈子的老荣民 到了晚年 居然用失败者 来给自己定位 后来因为圣神的感动 我跟他说 你来伴告诫 天主接纳了你 你是胜利者 天主赦免了你的罪 你要信 天主是全能的 他能赦罪 天主是慈悲的 他接纳你 所以你是胜利者 而不是失败者 世人的眼光 看我们是失败者 那是他家的事 我们在信仰中 我们是胜利者 他得到安慰 所以预约的第一个意思 是胜利 第二个意思 预约就是过去 过去的反面 就是过不去 我们家老人家 病重 送到医院去 这次他真的病得很重 不晓得过得去 过不去 如果过不去 就过去了 如果过得去 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过去 过不去 这是胜利的意思 过关 那么过去的另外意思 就是我们不要让过去 让我们不自由 不要活在过去的伤痛里 也就是说要放手 让过去成了过去 不容易啊 因为我们常常会害怕 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 天不知鬼不觉 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 半夜想起来 哎呀都会庆出汗来 信仰 这个珍宝 就在于 我们可以让过去 真的过去 什么东西 最不容易让它过去啊 举个例子 你欺负我 我会说 你给我 记住 其实不是你记住 是我记住 你早就忘掉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欺负我 晚餐吃饭的时候 他可恶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好可怜 他好可恶 每天啊 一直在那边想 他欺负我的这个事实 真的 千真万确的事实 一个礼拜过去 我想了两百次了 一个月过去 我想了三千次了 这个记忆啊 一直在加深 千层塔 一层又一层的 无限上钢 这个被伤害的 这个记忆啊 慢慢扩大 扩大到最后 成了恨 此仇不报 非君子 君子报仇 三年不完 十年不完 一辈子不完 总有一天 等到你 给你好看 这个暴户啊 一直在你的 心中 纠葛你 压抑你 一辈子 对方早就忘掉了 早就不知道 他活得很快乐 我自己活得很不平安 是自己让自己不自由 所以要放手 放手就是宽恕啊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临终七眼的第一句话 父啊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耶稣在十字架上 第一个在意的 就是要化解 跟仇人 跟敌人的关系 宽恕了 就没有敌人了 没有仇人了 宽恕了 宽恕 简单吗 太难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啊 然后我们羁绊住 放的越多越轻松 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 杀手归天 一个人到了年老了 器官衰竟 衰竟 心脏也不跳了 脑死了 我们所谓杀手归天 放手 如果你到了快过世的时候 器官衰竭了 你还不愿意放手啊 可是身体就衰竭了 你还不愿意放手 还不想走 那是什么 死不明目啊 那死不明目啊 叫不得安息啊 不得安息啊 就成了孤魂野鬼啊 你要请皇神 来给你超度 我们天主教刚反 刚好相反 平安永息 习子安索 回归祖怀 所以我们对于老人家 要叫他放手 不要担心 不要挂念 我们晚辈会来帮你的 你不用担心 当他不担心了 放手了 就走了 的确很多人不得好死啊 那我们天主教强调的是 善终 平安永息 多么福啊 多么有福 平安永息 所以 逾越的两个意思 一定要牢记啊 一个是胜利 一个是放手 放手 所以 如果你的手啊 抓着不放 你怎么生虚啊 怎么升天啊 抓着不放啊 所以整个圣经 都告诉我们 你们要舍弃一切 跟随我 要放手 越早 学会放手 越自由 越自由 生越往上提升 他已经升到这里了 我还在这里 他升到这里了 我还升不起来 所以说 人生啊 这个提升的功夫啊 自己下 自己努力 靠人不可能 靠天主 无所不能 今天上午呢 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那 大家 在静默中 或是在个人 时候想一想 祈祷的四个被动 叫什么 那句成语 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 就是祈祷 然后 胜利 跟放手 这就是意悦 好 意悦的智慧 我们再休息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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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